大家好 欢迎收看基金我最通 我是林奇芬 好 那最近大家应该都忙着在吃尾牙 抽大奖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更期待的事情 就是领年终奖金了 不晓得你对于今年的年终奖金满不满意呢 不管你的年终奖金是多还是少 我们还是要来好好的精打细算 看看我们的年终奖金 究竟要摆在哪里才是最划算的 好那我就从几个角度来帮大家 检视一下你的年终奖金有没有一些使用的优先顺序 好那当然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 保留必要支出 因为有一些钱是你 一定要花的不能省的 那么一年下来可能所费不支 这笔钱最好先把它留下来 那么哪些是这些必要支出呢 当然第一个 马上过完年以后就小孩子要开学了 所以这个子女教育的这个学费是不能够省的 那还有呢就是说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些年度都一定要缴的保险费 这个部分呢除非你平常就有预留 否则的话也要先把这笔钱留下来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5月份 就要缴所得税了 所以呢 不晓得你今年是还要缴税 还是有退税的机会 如果还要缴税的话呢 最好是保留一点资金 来缴所得税 好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负债 如果你有负债的话 很重要的 先把你的 负债还一还吧 特别是信用卡 如果你有信用卡的一些账款还没有缴清的话 最好先缴为什么呢 因为信用卡的这个利息是 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特别去注意 信用卡的这个预支 如果是你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延期 这个付款的这个部分 利率都在10%以上 有些甚至高达15% 所以这个部分的钱 最好是先还 那另外呢有的时候呢 手头不方便 会先用一些 去周转一下做一些 小额资金 小额的现金这个借贷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利息也是很高的 所以 如果你有这些的 负债 借款 最好 先把它还一还 因为 十几%的一个利息支出 也是很可观的 这部分 建议大家 先减赞 好 那么第3个呢 其实我们也要想一想 未来的一年 会不会有一些 不确定的事情发生 所以 要不要先做一些的 风险 预还 预防 也就是先准备一些 资金放着 比如说 紧急备用金 那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 每一个月 究竟要存多少 紧急备用金呢 其实最好 大概是你 月收入的 三个月到六个月左右 假设你一个月的收入是 3万块 那么就会建议你 至少要存个 10万块的这个 紧急备用金 那比如说因为像我们也不确定 景气好不好 万一 来修个 无薪价 那其实这个收入也会有一点打折的 所以如果有紧急备用金的话 我们就 可以来应付一些意外的事件一个发生 那当然了另外我们也会 希望在年度的时候重新去做一些保险的检视 比如说如果你今年新买了房子 让你的这个负债增加了 或是呢你今年刚刚迎接了新小宝宝 这个家庭成员增加了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都有必要来重新 检视一下我们目前整个保险的额度够不够 来重新做一个 整理 好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上说的一些风险的预防 还有必要支出之外呢 当然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说 那究竟钱要摆在哪里 好 那我们还是先回到前一张字卡 就是钱要摆在哪里呢 我们常常 还是希望说 其实理财跟整个投资环境 不一定有直接的相关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所以这个部分呢会建议大家 还是要做一个每个月的强迫储蓄或是 强迫投资 那么 究竟要留多少钱来做这个强迫储蓄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最好是 你每个月收入的 两成 那这个当然就是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 吃力啦 但是如果你至少要留下一成到两成 这个算是一个 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 储蓄的一个 标准 那当然如果说呢 你现在还是单身族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你 可能储蓄的金额要更高 如果你特别是还跟父母同住的话 那么每个月强迫投资的资金 可以来到 四成五成以上是更好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检视一下 你现在手上的整个投资的 状态 风险高不高 那因为呢其实进到2019年 我们要说呢 其实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 是蛮高的 不过建议大家还是回到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个风险的角度 来评估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究竟你的投资组合 对不对 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说 你怎么样来做投资 最简单的一个投资组合就是 你要认清自己 你究竟是一个保守型的投资人 还是一个稳健型的投资人 还是一个积极型的投资人 那如果说你是很保守的 投资人 那我们会 觉得说买 这些比较稳定收息的债券基金 可以占到7成 那么股票的比例就不要太高 大概 留在3成以下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积极的投资人的话 我们会建议你 股票是在7成 但是债券 可以 就是只要3成左右就可以 那如果你是中庸之道的话 可以是 采取 股债平衡的一个走势 不过在这边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 因为进到2019年 其实大家的预测是景气 会稍微比较是趋缓 也就是没有像过去一样那么高的成长 那么再加上 整个的股市 也是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 所以反而今年要特别提醒的是 积极型的投资人 你的股票的比重 可能不要放到这么高 不要放到7成 可能你要降一些下来 可能你只要留5成就好了 那么如果你是稳健型的投资人 可能你的股票 也是把他降一些下来 大概只要 持有3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如果可以保留 20%的一个现金的话 其实可以让我们 降低 一些市场波动的风险 同时万一 有一些的机会 就是出现一些 很大的一个市场 大跌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手上有两成的资金 反而可以进场 去做一个 短线 强反弹的一个空间 所以 今年还是会建议大家 先检视自己手上的 这个股债的一个配置 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然后也特别提醒大家 保留部分的现金 让你可以做一些 更为弹性 弹性 跟灵活的一个操作 好那么以上就是 今天的基金 我最终 分享给你 今年的年终奖金 究竟 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安排呢 那如果你有任何 基金的问题 也欢迎您到 MoneyDJ TV 粉丝团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也祝您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